这条方程,如果我们转化一下它,就可以写成这样的方法 2x的平方,加y的平方,等于10的平方 有没有发觉这个方法非常面线呢? 没错,它就是我们学过的不是定理了 可以拍到这个长边,那条边是10的 勾股数就不是很多 就是6和8,即是它的方法,那三条边 一个是6,一个是8,一个是10 这里有两个未知数,就任我们拍的 所以这次呢,我们会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2x这个东西等于6的人 和y这个东西等于8 你看到,我们有个二次方在这里 那就是会变成一个绝对值的形式出现 那然后呢,另一种情况就是 倒转的,2x这个东西等于8 和y这个东西等于6 那么,如是这呢,我们就会有我们今次的题解了 我们就要解出x和y 那么,x可以配到的y呢 那么,今次都有很多组 我们一起看看今次的解呢 x,x和y呢 分别就是有 3,8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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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4,3,8 4,3,8呢 4,3,8 4,3,8 那么,剩下的就是旁边的这一组了 4,6呢 4,4,4,6 4,4,6呢 4,4和4,6的 那么,一共有这8组解的 我们发觉呢 今次的这一条式呢 就可以被配方的 那么,配完这个方之后呢 就会变成x-y的平方 加x-2的平方 再加y-2这个东西的平方 这个东西的平方 那是等于2的 那么,然后我们就可以个别讨论一下 这三个括弧的平方 那么,取值范围可以去什么了 那么,这三个括弧呢 我们知道平方一个数 那么,它最小的值呢 就是0了 那么,它最大的值呢 那么,现在这次可以是什么呢 那么,我came呢 这个东西呢 最大的值就只可以去到1的 那么,不信大家可以试一试 那么,如果你take 一个,例如是2 0 0的话 那么,究竟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那么,在这里就不详细论述了 那么,这个练习交给大家试一试 那么,既然这三个东西 只可以take0或者1 简单点说 因为我们要的是要整数解嘛 那么,就是 只可以take0或者1的值的话 那么,而加上来呢 这三个东西加上来呢 它的和呢,就是2 那么,也就是说 它们一定是有两个是会等于1的 那么,所以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了 那么,既然有两个等于1的话 那么,我可以assume第一个是0 那么,剩下的两个等于1 那么,第二个case呢 就是中间那个0 那么,左右两边等于1的 那么,第三个case呢 就是最后那个是0 那么,外面的两个呢 就等于1的 那么,这三种情况呢 我们都可以拿来运用之后呢 那么,我们就不难解释 X和Y的解了 那么,关于今次X和Y的解呢 就有6组的 那么,大家可以慢慢解释 就是有这6组了 第一组是3和3 第二组是1和1 1和2 3和2 2和1 接着就是2和3 那么,就是这6组解了 2 2